春茶是四季茶中较为受欢迎的品种 经过一个冬天的沉淀 茶树积累了丰富的养分 纷纷吐露新芽 联峰村是旅田三茶主产区之一 行入茶园 一片片乱芽掌满枝头 沐浴着神怒清脆玉滴 不少村民正忙着彩茶 拆这些茶叶我们也要带上一条饼 一起拆下去 新的茶叶就够漂亮 如果只是拆那些叶炒就没那么漂亮 不少村民都是经验老道的彩茶好手 双手齐下 花而不乱 现在这些茶叶它密了 然后拆的速度就够快点 一个人一早上至少就要参照承担 这些茶叶放得太久的话 它到时候的味道没那么正 拿回去浪四个小时就要开始下锅炒 爆炸青了 胡荣居是一名80后茶笼 两年前他反向接手爸爸的茶园 每度出茶高峰期 除了聘请村民一起采茶 他还会到炒茶间亲自炒茶 坚持纯手工制作 目前一天可以制作出70多瓶的手工山茶 一年的茶叶最美就是这十几天 春茶时间短 做茶最考耐心 这件事是急不来的 要是急的话大火就炒焦了 你背的话大锅过头的话 又不够火候 怎么看都好 一定要保证工艺 保证口感 曼公出世活 在炒茶间内 浓郁茶香不断飘出 春日的清新就浓缩在一杯春茶中 鲜爽甘甜茶香撲鼻 当中里的核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也能给你帮相损了 有点及的